嘿 大家好 我是陳淑善 農曆新年就快到了 首先祝大家 身體健康 晚視而易 恭喜發財 今年是我們中國人的雞年 雖然我是香港出生的 但是我的組織是山東省英台人 北方人一向都認為雞是一種吉祥的禽料 為什麼呢 因為雞你取它的音 有時就聽起來好像吉 大雞就是大吉 為了慶祝農曆新年雞年好運 我特意選了一支張和雞有關的畫 跟大家一起拜年 大公雞 大吉祥 這幅畫是很有意義的 對我來說 為什麼呢 因為這幅畫不是我畫的 另外就是和我老師 著名的孔雀王 五二生老師一起畫的 原因是為什麼呢 有一次我在畫畫的時候 老師看到畫了雞 他說 哇 陳淑善你不要畫 你畫完之後你留個位置給我畫些東西下去 那我畫我 那我一向都很不喜歡人家 在我的畫畫畫畫的 畫東西的 那從小就有不好的習慣 那雖然我老師呢 我當然要尊重 但是不知為什麼呢 我個人是不懂得虛為的 在身體語言啊 或者一些潛意識下意識 就覺得不是那麼好 那老師有時候都會很激氣的 好像這幅畫呢 那老師就很喜歡很喜歡的演奏 就特地就要幫我畫了這幅 捉下來了 那其實呢 我明白為什麼老師會幫我畫一些捉下去 因為他覺得我們大廣雞很漂亮 他說很漂亮很漂亮 那既然有大吉 那竹是我們中國人的 但是變得平安 那就變成平安大吉咯 那老師呢 抹完之後呢 就看到我的樣子好像很不開心 那老師就說 唉 這些就是合作畫咯 我一點都沒有動過你 你不喜歡你切了它就變成兩幅畫咯 你的雞 我的軸咯 其實呢 我想一下呢 實際上對老師好像不是那麼好 因為他是一個這麼出名的大畫家 不知多少人想問他畫畫 或者拿他的畫 他都不肯的 那他特別是畫給我 所以我應該很開心的 那後來呢 大師姐就給了一份畫 刷老師的畫刷給我看 就是說 你看看老師的合作畫畫的畫家 是有趙少岳 啊 關山月啊 啊 楊善心啊 所以呢 他記得畫特 你這張是合作畫的話呢 真的會看得起我 所以很感謝老師 那呢 即日你看看我的畫展的 愛好畫的朋友呢 他一定會知道呢 我的畫是很喜歡色彩的 因為我很少畫是沒有顏色的畫 雖然很多人說 國畫一定有些看墨 是墨來的 其實呢 我反而呢 喜歡畫一些有顏色的國畫 其實呢 中國畫呢 如果你看回歷史呢 他不是只有水墨畫而已 其實很富麗堂皇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看看幾千年前的 敦王碧畫啊 或者是唐朝啊 宋朝啊 明朝很多的畫 就算是山水畫 都是一些青綠山水啊 非常之多顏色 而且是很厭厲的 那麼呢 我反而呢 是覺得我呢 是喜歡那類畫多一點 呃 水墨畫 這些呢 我是很 我欣賞 但是呢 我不是那麼 常入畫 因為我畫畫呢 是想畫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所以這幅畫呢 都是很難問可歸的 其實我絕少有的水墨畫 尤其是加上我老師的畫 所以很值得很值得留念和珍藏 現在讓我帶大家近距離看看 這隻大吉 大紅雞冠 紅雲當頭 一名驚人 一支獨獸 好 我畫的雞是不是很漂亮呢 所以 孔雀王老師五二三 看到之後 很喜歡很喜歡 他立刻叫我 不要再畫了 你留一點位置等去畫 那麼現在大列 大家看看 孔雀王五二三的竹 五老師的孔雀畫 大家見得多了 但是這麼漂亮的蜜竹 你們肯定很少很少有機會見 近距離看看 我很欣賞和佩服我老師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他的手筆 他的功夫全部倒了家 沒有得騙人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功力深厚 不過呢 我都不是一個好的學生 因為老師這麼喜歡我 幫我畫 故意畫 一幅靈竹 襯我的 大吉 大紅雞 所以我都 顏知顏錯 不是很開心 所以老師 不是 哎呀 經常都說 哎呀 沒有動過你的畫 你不喜歡切開一半 切開一半 就可以這樣 就是我自己的畫劇 那如果切開了我一幅畫 就算是老師的蜜竹 就是老師的蜜竹 這幅畫很大的 是兩尺成四尺的 老師很好人的 他很喜歡我 和由畫家大活的 所以我呢 雖然他有些激氣 但是他不會生我的 那老師呢 都幫我一起畫了合作畫 好像老師畫的 都會有好幾張的 我下次有機會再錄給大家看看 那今年的紀念 我祝大家在這兒 大淺紅風 大吉大利 多謝大家的收看 在這兒再持續大家 新年晚事如意 身體健康 才運HELLO 發財大吉 下次見啦 拜拜 Vince 臨死 返進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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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